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我們這次是第一次跟三上和Dennis做節目 是不是? 是的 第一次只是我們 只是我們 是的 很感謝《看中國》 很感謝Lucy 之前我們都是跟那些手足一起聊天的 所以我都說要跟你兩個聊天 多謝你 這次我們是不是都想講一下鎮州的水災 現在真是 災前真是很嚴峻 差不多媒體報導是一千年一遇 連續下了13天的大雨 可能那邊 現在都看到一些畫面 大家都看到 好像很嚴重 有些在地鐵裡面的水浸在這個頸上 新聞報導都死了 起碼有最少33個人 所以大家都很關注這一場的水災 但這一刻反而有些網民就罵一些藝人 覺得他們震災的錢太少了 你都要不要留意到這個畫期 有啊 有啊 我們覺得是 因為好像謝霆鋒那樣 都是捐得一百萬的 是啊 大佬 Angela Baby一百萬 楊千華三十萬 他們一個星期都賺不止這樣的價錢 賺不止這樣的錢 為什麼會捐這麼少呢 我們覺得不應該啦 在平時就在那裏有護旗啊 又唱好中國啊 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批評啦 或者是邱霆鋒沒有批評啦 有些會批評啦 一些香港的年輕人啊這樣 但是 到現在真是需要出來保家衛國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就失蹤了 還有 就是要捐的那些叫做零碎出來 給丟一些神沙 給偉大的祖國 簡直就不尊重 沒利尊重啦 簡直就是 有失身份啊 簡直是 是啊 因為跟你那個收入不相稱的嘛 這一線的 謝霆鋒一百萬人民幣 這個如果他捐一百萬美金 那也嫌不少 OK 是啊 那容祖兒才50萬 是不是啊 黃祖南 李亞南兩個合起來才50萬 真是少到呢 黃祖南是政協來的喔 是廣西政協來的喔 楊千華三十萬 李克勤三十萬啊 你想想 李克勤三十萬啊 是不是啊 真的 有沒有搞錯啊 三十萬的蟲仔啊 大哥 你現在講的 就是四萬元美金而已 四萬元美金而已 你侮辱著 偉大的十四億的人民 侮辱著你的歌迷 李克勤簡直就是 是不是啊 那個叫寧霞癡嘛 他有個花名 哦 是啊 是啊 還有 現在還有其他 你知道了 還有一些藍絲的明星啊 曾志偉啊 陳小春那些呢 又成龍不知道他們捐多少了 這些沒有聲音啊 成龍啊 效忠祖國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 是的 成龍好像聲音都沒有聲音啊 是的 那好像是很不應該啦 就像是一幫藝人啦 你放棄了香港人那種的情懷 接著就去找人仔 去找人仔之後呢 不要緊 你去找人仔 人國有志 你要賺錢 明白的 但是到有 你在那裡找到的錢之後呢 你在那裡 看看怎樣貢獻那裡的人呢 也是很應該的 但是呢 竟然就看到他們所付出的 出手實在太低了 回饋了 可想而知呢 你一幫所謂的粉絲 他們在大陸一幫粉絲 你是不應該再去支持所有香港的藝人 OK 我告訴你們 香港的藝人就是在找你們大陸網民的笨 OK 大陸的網民應該威心此戰 擁護習近平 OK 就不要走去聽完這些香港 謝霆鋒那幫那些藝人的東西 全部放棄他們 因為你們已經看到這幫藝人是多麼虛 我告訴你們啊 好似成龍這些這樣 在香港那裡的人 找到的錢 竟然呢 就去批評香港人 因為呢 當他看到那個市場呢 就在大陸的市場 啊 很大啊 那些叫什麼 見尼忘尼嘛 這些見尼忘尼的人 無論在哪裏 他今天 在大陸 可以賺到這樣的錢 將來有一天 他在歐洲 譬如說歐洲 可以賺到更大筆的錢 他會放棄那幫大陸網民 正如他們怎樣放棄香港一幫人一樣 所以呢 不要在大陸的網友 不要去再崇拜這些這樣的藝人 今天 今次 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士金石 讓你們看到 他們這幫 絕對虛偽的藝 是啊 是不是 虛偽的藝 所以不要再去支持他們 他們什麼品牌 什麼廣告那些呢 全部 啊 不要逆他們 不要逆他們 是 放棄啦 啊 等些香港那幫 啊 香港那幫藝人就叫他們 要是你回香港 如果香港就肯收留他 哈哈哈 他們賺這麼多錢呢 他們竟然 就是見到 有難 國家有難 竟然出這麼少了 是不是 就是盡顯 顯忠誠呢 就沒有他們份的了 OK 異心呢 就充滿了 是啊 他們呢 就是他們出這麼少 就應該就是 害怕 就是對中國那個制度呢 就是 有不信任 是啊 就是害怕 不知道那些錢呢 去不去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手上 所以就捐這麼少了 所以就捐這麼少了 應該他們大開 就是 大開荷包 是啊 是啊 大哥 因為13天 就是看過水災呢 當然我們不是看官方那邊的資訊 看到水災 我們在網上見到真實的情況 而知道那邊的那個需要是多大的嘛 是啊 還有我們看官方呢 就是那個報道呢 很輕描淡寫 就是 不是被那些網民罵他呢 都不真實去報道的 他們就是 那些照片出來呢 都還是去到腳眼那個位子 那些什麼解放軍啊 那些武警啊 去搬一些沙袋啊 但是 蓋到他腳眼啊 或者那個車輪都沒有 就是那些水都不高過那個車輪的 那些官方圖片出來呢 就是 就不嚴重的 看上去不嚴重 就是 但是實際情況 我們在場外面看到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會覺得 我們會替大陸的人是很 深套就是 鄭州裡面的人都特別是 是啊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看不到 他們實質的那個情況 或者 可能鄭州那些人會知道 但是鄭州外面的人就不知道了 旁邊的人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有很多時候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新聞封鎖呢 有很多 就是 那些救援呢 來不了 因為那些人外面的人 不知道實質的情況是怎麼樣的樣子 反而我們這些呢 我們這些看到的 但是我們呢 又不知道 會不會去幫 因為呢 香港人 外國人 我們去幫的時候呢 那些錢是去不了 有需要的人的手上的 所以 那個 制度是很破爛不堪的 我們覺得 就是在 在共產黨之下生活的人呢 其實都會覺得很掌鏡就命的了 都沒有辦法的了 都受這個 政權統治 都是要受它制抓了 但是呢到臨死的時候 連叫救命呢 那些人都聽不到 就是覺得他們對這種 覺得他們對生命那種漠視是 我們是慘不忍道 覺得是慘不忍道 覺得是慘不忍道 就是看到那些圖片是不敢看的 他們只會顧著呢 好像說 習主席 但是那些圖片出來的時候呢 是絕對 又不是有這樣的 做膝蓋的 那些水 又不是有那個迫切性的 是 看不到有那個迫切性的 那譬如說 我們在 就是很多在場內裡面那些人 他未必接收到那些資訊 是的 那他根本或者深圳那邊 如果不是 你想深出門搜啊 你想去 即是及視啊 都趕不到 趕不到 是的 所以是很悲慘的 那還有呢 據所知呢 有可能呢 就是那個 洩洪 是的 洩洪 就是不單 我想穿插幾句 好嗎 好啊 好啊 我想穿插一下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人是 是政協來的 好像曾志偉啦 汪明荃啦 神龍啦 鄺美魂 周先馳 這些是藝人 香港的人是中共的政協 還有看到阿嬌 楊千華都是捐30萬 這個現象 我想起了年8年的社村 民村大地震 那時候香港人捐多少錢啊 超過230億 230億啊 48個小時之內好像 是的 413億 香港立法會都捐了 通過了3.5億的震災的撥款 又成立了救災的專屬基金 接著後來又給了90億港幣 長馬匯就10億 社會 接著那時候的香港人差不多 個個都捐錢了 基本上個個都捐錢 後來就 為什麼不捐錢呢 可能大家都會明白的 這個可能都不用我說了 捐完的錢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人家都說 為什麼 你捐的錢 你不知道捐了給誰 這個就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捐的錢 最後不知道被哪些人花了 這個大家都明白的 被哪些人花了 所以之後呢 香港人基本上是 就是不會怎麼捐款 這個香港人可能都明白的 我可能不是說謊話了 不是啊 所以這個都是 港島民都是對制度不自信 對制度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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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捐現金 就是你捐現金 海外的朋友都捐不到去那裡 都捐不到 所以現在這次那個水災這麼厲害 其實照道理大家 一方有浪有南 八方支援 但是不知道怎麼支援 真的不知道 是啊 是啊 愛望能助 所以我們在海外 很多時候唯一的方法就是 只可能 嘰嘰嘰嘰 辛苦的 痛苦的都是老百姓 是不是 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只可以繼續 去鞭策這個共產黨這個政權 就唯有把真相講出來 我想我們可以做到的 今天因為是這個共產黨政權 導致人他們有這個賄賂 有這個貪污 錢去不了老百姓身上的原因在裡面的 那如果譬如說一個民主社會 好像我們這裡這樣 我們捐了的錢去到哪個組織 那個組織的透明度是非常之高 有些組織沒有透明度的 基本上 對方來說是很少人 就是我們這些平時的平民 是不會捐錢去那裡的 它所有東西都在制度上是有 叫做audit的 所以他們為什麼不可以說到自己這麼反腐 但是這麼簡單的一些的程序 這麼簡單的一些的步驟 他們都不去完善它呢 所以這些是我們會在海外的人 是必須要繼續去努力去做這件事的 因為不去說 不去說就只會令到他們更加變本加厲 我想我們最低限度要將真相說出來 這個是我們最低限度要講出來 就是我們是憑良心去說話 不可以視而不見 另外就是這個他們洩洪 如果他們平時處理了洩洪的問題 而不在大雨的時候洩洪的時候 可能那個災害不會有這麼多人命傷亡 所以他們是趁著下雨的時候做這件事 我們都覺得是非常之髒骯髒 覺得是很良心泯滅 還有看到那些水災 比如說在香港或者美國見到那些水災 那些水都不會完全是實色 看不到下面的 都會有一些 現在這些是泥水來的 完全是奧迫的 看不到下面的 下面呢 而且又這麼高 很容易沖走那些人 是你看不到有些人可能在你身邊已經沖走了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來的 是很難很難去想像 很難很難覺得很 不知道怎麼說 沒有辦法的 比如說我們要 比如說如果 捐錢那方面 是沒有人信得過的 但是我們很明顯的 我們信不得過那裡 我們一直都信不過共產黨的 我們一直都信不過它裡面的制度 但是你們這些藝人是什麼 你們這些藝人說 哇 那裡很好啊 什麼好啊 什麼好啊 可以信得過啊 政府又多好啊 那你們就做了 但是為什麼你們不做呢 用身體力行來去證明 是啊 謝田峰為什麼一百萬啊 證明你們對 你們去支持嘛 藍絲嘛 支持一些國安法 支持共產黨的制度 是啊 那就應該用身體力行來都是 去證明給各位看 你對這個制度的信任 所以他們做一些事情出來 不對這個制度沒有信任 這個是主要呢 還有一些還沒說捐 或者有些叫人捐的 那些又是更壞一些的 自己捐的那些那麼多 然後叫人捐的那些更壞 我們是不相信現在中國裡面 那些這樣的捐款制度 因為我們知道十成十一 都落不了那些叫做老百姓那裡 這個問題 第二呢 他們共產黨到現在 在這麼多次災難之後 都從來沒有一個問責制度出來給人 比如說文川地震 什麼學校倒了 你一幫有沒有人 因為他們的建築有問題 或者有些什麼情況有問題 而去受到下台指責 那些什麼 問責制啊 共產黨根本就沒有一個叫做問責制 只有呢 拆鞋制 每個人都只顧著拆鞋的 習近平什麼 習近平什麼 現在就在那裡 習近平總書記 講些什麼什麼七七 跟著呢 下面就在那裡 跟著就什麼什麼七七 科學啊什麼 科學 科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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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九五八八什麼科學手段去搞這個 是啊 令到這個震災呢 就是得以這個完全和有系統的 所以真是九五八八的 就是因為為了拆鞋 等一下 打一個組合拳啊 是很有樣子啊 哈哈哈哈 是就是應付災難應有的樣子 是啊 應付災難應有的樣子 就是問責制度 一幫人之後 怎樣去處理啊 一幫人那個疫情啊 是怎樣去處理啊 這個是習近平說下的 那幫 就是 很多時候平民呢 就沒有這個勇氣 沒有這個膽啊 他們拿著習近平這句話 其實就可以呢 走去動 他們那個 省啊書記啊那些裡面的人 告訴他們知道 這是習近平說的金牌來的 疫情處理之後那個那個的 災後那個的 怎麼呢 那個重建 災後重建 哪些人有什麼需要呢 應該是可以 就拿著這個金牌 你們要捧習近平的嘛 習近平說的嘛 你就用完這套 誰誰拿習近平的 你又走去跟他說 我就不知道大陸那些制裁是怎樣的 我們這裡呢 就說知道你是拜登 說知道你是川普 說知道你是什麼誰呢 總之見到又不錯呢 就出到雲的可以 我不知道大陸那邊是怎樣的 習近平講完這套 那哪個省委諸記啊 這樣 又講一些什麼出來 只是一個講字呢 就應該 所以老百姓是有這個權利 就去追討去追究這些東西 很多車 我不知道大陸有沒有買保險這件事的 車保險的 是有的 不過我現在我想穿插一櫃 就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水災是全球觸摸 但是其實習近平呢 去了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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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拉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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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訪問了 去了訪問了 去了訪問 他不是 他不是 就是 他沒有走去鄭州那裡 看一下那些老百姓那個 那些水災呢 就是在東邊的人去了西邊 是的 他不是在東邊的嗎 他去了西邊 他去了西邊 是的 就是那邊下大雨 但是老百姓就受苦 他們走了去西邊 不過他可能這個旅程也都是 預先 因為他 是 他有一個照亞洲電台的報導 就是拉薩的上空天空 要進行空中的管制 那可能布達拉薩公都有關備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斷電 就是21號到23號這個時間 習近平可能其實真的到了拉薩 已經到了拉薩 就是互相互相互造的群組 還有 還有 現假信息 曾人啟示 但其實中共的官媒就始終報導是 還要當過什麼救援神功 救人的減免救援的事跡 其實當然我剛剛都說了 其實中共的官媒就不斷強調這個水災 暴雨是千年一遇 大家都明白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 如果將來有些責任拿來 他都可以是不是說這個是天災 這個天災是無可避免 千年一遇 千年一遇不是人為事故 他會這樣說 不是人為事故 我猜是這樣 就為了可以推卸責任 已經鋪了一個賣符 復符在那裡 是啊 埋了復符在那裡 這樣就可以容易給他們推卸責任 然後比如說老百姓最賊 我們就不是很關心那些狗官的 那些狗官的子女又可以過來美國 拿納布堅尼啊 法拉里啊 那些東西 我們不是很關心他們 我們關心的比較是老百姓 平民 他們的日常怎樣去回復正常這樣 其實去年中國已經很多地區已經是有這個勞災浸了 很多建築物啊 很多地方都浸到懷 那個重建的風情都是很巨大的 其實中國要經歷這些這樣的事情幾次呢 那下一年是不是又遇到那些萬年一遇的雨災呢 就是很令人去 很多的疑問在那裡 他們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他們只有拆鞋的 還有現在有一些圖片回來就說 本來就是 之前就是這個鄭州就說 有這個550億就拿了去做一個海綿城市 去做一些去水系統這樣的樣子 就是去吸納這麼多的漁水 誰知道現在呢 我們大家看到那個成效在那裡 有一些圖片翻出來看就說 它那些去水系統呢 那個坑渠蓋叫了出來 下面呢原來是沒有渠的 下面是泥地來的 那當然很恐怖 很多事情都沒有責任的 其實真的很慘 我想我們在短期之內 都未必會看到很多改善 或者有那個叫做問責啊 我想重建我們都會有很多疑問 都會很擔心 很令人擔心 還有呢 他們那邊的傳媒呢 就是Local News 那邊的Local News呢 出的那些新聞呢 都是很什麼呢 很正能量的 哈哈哈哈 我們所謂的正能量 但是呢 有很多已經 講著一些車在那邊走 走路已經開放了 那些好像講到的人呢 已經好像回復正常的生活 這個我真的是不知道了 傳了 不過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真實 不知道說不講得了 傳了是不是那些人掛炸眼角膜啊 我還沒看到那個 但是很恐怖 刮什麼 刮眼角膜 那些人是死了的 是不是 那些人死了 這個真的假的 我乘機拿器官這樣 不奇怪 好像有人在Facebook留言 好像一個中早康就說 神千上拜的神下在路市的地鐵 車廂被活活地震死了 這個是歷史上的微所未聞 更荒唐的是 有人在每個視網目 市價幾萬元的誘惑之下 即場將這些年輕的死者的雙眼刮走 這個是真是假的 因為網上的一些畫面就傳出來 就好像有些人的眼睛 在哪裡流血 接著可能是不是真的假的 這個信息真的不可以狠斷 因為我們沒有數套信息 我們也沒有去證實 是有一些傳聞的 不過希望這個不是事實 當時有些朋友是這樣說 我真的在說這個沒有可能 還有你在那個環境之下 自己都要保命的了 那個環境這麼嚴重 你怎麼去掛眼睛 我自己是這麼想的 好像是沒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你掛了你都要有東西裝的 這個話說都不夠當說 你有東西裝著拿走的 你不是兩隻手 你掛完之後你放進袋子嗎 難道你放進袋子 然後你都賣不到錢 那些東西拿來沒用的 所以其實有一些 我們用一點點 有時候我們網上看信息 我們都需要有一點點的分析 不可以傳訊 我覺得沒有可能 是不是真的沒有可能 但是因為那個責任 就不是在我們那裡的 其實suppose來講 在官方那邊 在政府那邊 也都是如果他們是平時不要禁 就是是有禁不是有禁的言論 給多些人去學會 怎樣去分析資訊 instead of 是給一些資訊 你告訴你這些是可以信 這些是不可以信 這個是三歲小孩的那些手法 但是到大人的時候 你是suppose 所有資訊都攤開了 我想我們很可能去證實那樣東西 因為我們 首先我和你沒有看過那個相片 但是裡面那個情況是很瘋狂的 我們不知道那些人會做些什麼出來的 有時候我們是用一些common sense 用一些邏輯推理 用正常人的思維 是可以推論到的 用正常人的思維 用正常人的推理 真是覺得沒有可能 是啊 因為你 你勇緊的 你不是有 有一個準備去刮眼的動作的 你是平時去一些地方去 突然之間水浸 然後突然之間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然後你沒有理由突然之間就想到 嘩這個死了 你的眼睛可以用 那你刮了你也要用東西去袋 你用東西去袋 你用東西去袋 你哪有用東西去袋 你那時候你的褲子都濕透了 你的身上全部的東西都是濕透的 你拿完之後就想不到 就是這些 我覺得是未必 要我相信 可能都會是 我信得一成 或者我讀一下 戈碧東先生 他都是幫《大紀元》的一個記者 他有篇文 其中一段 他講的 京廣隧道是河南 唯一通往南方的一條高速隧道 高速道路隧道來的 全長是5公里 大概我們美國的3英里左右 不是很長的 雙向綠車道 粗略計算至少可以容納 同時容納4500架車輛 在一分鐘之內被灌滿水 這裏意味著 這裏至少是有一萬相被人染死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另一道 我跳一跳 那說洪水為什麼來得這麼快呢 為什麼人們為什麼得不到任何警告 洪水是從中共的水庫和水電站大壩 直接認為洩洪放出來的 洩洪為什麼不向老百姓作預警 讓人可以逃避 因為預告了 政府就要承擔轉移民眾的事務 事後還要賠償 現在閉著眼睛洩洪 事後推到自然災害頭上多簡單 你分身都很恐怖 他推卸責任了很多事情 都很恐怖的 沒有人有承擔 很多人性災難 人性悲劇在這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次過爆發出來 還有很多的 比如說低層的市民 他們比如說想要求助 或者一些事情想要討回公道 他們都沒有機會的了 他們就自生自滅的了在裏面 在一個這樣的制度 一個這樣的社會裏面 是很淒涼的 我們呢 基於我們 我們 就不要說血濃於水 是不是 不是說血濃於水 基本人性 大哥 是不是 我們基本人性 其實就是要去捐錢 或者做一些援助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這個共產黨 你這個政權 就是在這裏搞到 人與人 或者人與人 某些機構 是失去了信心的 所以導致最後最終的結果 是人民受苦 所以我們 我們這些海外 就是在大陸裏面 就根本就沒有得出聲了 所以在海外 就只能夠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只能夠繼續 就為大陸的人 香港的人 就是他們不可以發聲的人 就繼續為他們 聲勢力竭地去鞭策共產黨 就不像有一幫危人那樣 這麼虛偽 捐過一百萬 接著這個政府不知所謂的時候 鞭策一句聲都不敢出 夠僵的話 捐過一千萬 接著去拆它 說這個政府多麼不堪 沒有一個好的制度 將那些錢 將那些捐款可以幫助到鄭州的居民 這件事才是真正的人性 找到那些錢 接著就帶到棺材 準備 就是這樣 鄭州那邊我們 那個預告預警 洩洪預警 我們這些也都會繼續去批評 就是希望他們 這麼多年前 Lucy經歷過 洩洪這些沒有警告的情況之下 半夜很恐怖 大哥 你什麼年代 什麼科技 現在 你那時候說 是不是還要打鐘 啊 斯洪啊 可能真的不是每個人都聽到 但是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你那些 共產黨只是拿手機來控制人物 當你有這樣的情況 根本可以用手機告訴全世界知道 告訴你 喂 舌洪啊 大哥 是不是 你這樣的狗官 想想了些屁股的事情 只會拆鞋 正正式式的事情 不會出來做 你說我 違反《國安法》都是這樣說 哇 你這幫狗官 垃圾到無倫 這幫藝人 只會出來做樣子 做完這些小動作 告訴別人 你很愛國 你愛過屁啊 你 愛人民幣賺錢 你現在在賺中國 中國大陸網民的笨 現在是 OK 告訴中國大陸網民 千萬不要支持香港藝人 叫香港藝人回去吃屁股啊 不要在大陸那裡 騙大陸的人錢啊 根本他們是 不會去關心你大陸 裡面的人的需要啊 一百萬人民幣 給黑衣嗎 現在 你這個謝霆鋒 賺多少錢啊 我想你不用一個人 你一天都賺一百萬了 可以 在大陸 你跟我說這樣的事情 要給這樣的錢 你這幫真志偉 你這幫拆鞋子 你只會向高官屈塞 平民百姓 你賺的錢不是高官給你的 是平民百姓給你的 大哥 去參加你的演唱會 看你的電視 在那些那裡給你的 大哥 那些九官給你什麼 九官 這幫九官什麼都給不了你 OK 所以正式來說 你這幫藝人 是應該呵護的是什麼? 網民 不是那幫五毛啊 那幫五毛呢 是幫那幫九官做事的 是一幫真真正正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 怎樣去對那幫 真真正正的平民百姓 給到他們真正的需要 有一些 我不敢 我不開名 真真正正的藝人 沒有人認識他的 他捐了錢都沒有人知道 起了學校都沒有人知道 OK 但是當然不是沒有人知道 是公開秘密的那種 有一個 最近聽到 叫做孫 孫 孫大五 孫大五 被審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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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為市民的為平民百姓 為老百姓的 為老百姓的 你們就要 你這樣的政權 不早倒閉 早早倒閉了就好了 是吧 共產黨不倒 這個世界就不會好 很簡單 什麼時候都是這樣說 在哪個節目我都是這樣跟別人說的 這個 你看到一些這樣的情況 你不勞氣 即是Lucy在這裡 即是不說粗口 如果是我自己的節目 我一定用粗口 大爆粗口 因為那種激憤 你用 詩文的話 是形容不了他們那種可恥 即是那種可恥 下大雨 好像你說 如果習近平走去其他地方 沒有下雨的地方 大哥 你現在國家 在這樣的情況 一群這麼需要 你不要說你是習近平 你隨便找一個 即是他救不了Joy 他出一出現 是 政治局常委其中一個出現也好 你一個都沒有 你這個共產黨 你這個制度 是什麼制度來的 我們這邊的副總統不去邊境 被人插到飛起 知不知道 沒有去過邊境 接著 最後就死死氣去邊境抱下頭 這些這樣的制度 接著那些人可能夠膽死去講一下那些 今天講明天可能已經被 那個微博 譬如說講一講那樣 那第二天被人拆了 已經 你這些這樣的 唉 撿了它 共產黨 是吧 唉 有共產黨一天 就是人民就受負多了 所以愛中國 各個口口聲聲說愛中國 愛中國就反共的了 沒得談的 我愛中國人 一定是反共的 沒得談的 你不要跟我說 哇 你這麼不愛國啊 整天在罵中國 不是很愛國 有誰比Dennis更愛國 我天天罵共產黨 越罵得共產黨那些 就越愛國 我告訴你 這個話題我們還有沒有話說呢 是啊 那我們希望呢 就是我們希望把這個訊息傳到回去 將來有什麼預警 洩洪預警 有什麼暴雨 不要你的新聞傳播完 那個叫什麼名字 海霞 海霞這些 央視主播 央視資深主播海霞 發了一些拆鞋資訊 希望中國大陸可以好的話 就不要做這樣的事情了 就是這樣了 那我這個祝福賀蘭那邊的民眾 平平安安啊 希望他們可以 是啊 就是平安度過 是啊是啊 他們現在自組一些民間的救護組織 希望他們 希望他們正在咬牙筋 希望他們守望相助 在這個時間 大家是要團結 不要 就是不要 是的 河南獨立 最簡單 搞定 無私互助 團結 大家去捱過這一場災劫 希望他們很快地去 那個 重拾正常生活 是啊 就是這樣了 祝他們平安 那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是不是都到此為止呢 是啊 我們今天暫時是 是啊 我們暫時是 主要是講這個 這個水災 嗯 多謝兩位 Thank you Lucy Thank you 韓中國 Thank you Lucy Thank you 韓中國 拜拜 拜拜 拜拜